二姐子 你这个身高 你就别换灯泡了 你回来 换什么玩意儿灯泡啊 这是你二姐给我画的圈 我不能出这个圈 我出了这个圈 这家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 谁让你没事老惹和我二姐来的 该老实待着吧你 你走吧 走了回来就没地方住 你那屋就变仓库 你心里有没有有点数 什么意思 小美丽 你现在自主创业搞得不错 你是不是天天加班 经常不回来睡啊 全家人都知道了 就你一人不知道啊 啥事啊 你二姐都放出风来了 说把这些快递运到你那卧室去 把你那屋变成仓库 你回来你住哪儿 谁给他的权利啊 这个二驴子他要战山为王啊 是呢 不行 这事我必须得管管 你管得了吗 我怎么管不了 你还敢把这些菜地给他扔了吗 老虎不在家 他驴还有称王了 这些菜地都是他的吧 这全是他的 好 你看我必须给他扔了 哎呦 哎呦 我们家就得是小米粒 我必须找个人帮我扔 对 你多找俩人 都给他扔了 哎呀 小米粒大指定 是干大事的呀 必须要 这小米粒 这事指定是和我没关系啊 没关系 这事指定是你自个儿干的啊 我干的 太好了 金粒链女们 你们都取快递了吗 你们取快递都论签吧 我取快递啊 论对 这不嘛 我刚存的那个灰山 建一家A2奶粉到货了 给你们种个草啊 这奶粉老好了 这里边含有啊 珍稀的A2奶源 还添加卤铁蛋白 更清合 更好吸收 那营养港港的 全家老少啊 都少不了 论买东西啊 他还得吃我 走了 拜拜 拜拜 我回来了 你俩干啥呢 干啥呢 没看出来啊 锻炼身体呢 是吧二姐吗 对 锻炼身体 锻炼啥身体 装胃都掉了 我要没记错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在圈里啊 媳妇 那个我可不是故意出圈的啊 我是抱着你这些个快递 来熟悉一下咱们家的环境 别抢得没有用的 上去 我的天 不过了 这些东西都扔啊 往哪扔啊 媳妇 叫谁媳妇呢 谁家好老爷们把自己媳妇微信删了完 我是太明白了啊 上午刚删完我微信 下午又要扔我快递 晚上我即将成为那个消失的他呗 二姐 二姐 你说啥 他把你微信删了 对呗 好你个小土豆 你不想好了 你干啥把我二姐微信删了 过分了 你赶紧加回来 加不回来了 我这个手机人数已经达到上限了 太过分了 你说你那手机里能容纳五千人 你容不下我二姐一个人吗 属实太过分了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陈奔奔你是来挑事的是不是 是五千人 这五千人都是我潜在的客户 我俩两口子发啥微信呢 回家说事呗 对不对 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 啊 那你是为了工作 那我买这些东西我还为了生活呢 那个那个二姐 二姐 那个要不先让我二姐我下来吧 要我这脖子 这不太适应 你还不太适应 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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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适应一辈子 我都不适应一辈子 太好多了 那个二姐 哎呀 我知道二姐我啥意思 她是让你把这些东西全都扔了 然后再给你买新的 是吗 是吗 那是不是都得试了 那太好了 来 我把账单给你发过去了 怎么样 机智不 哎呦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最容易翻的车是购物车呀 想开点 最简单的成功是支付成功 支付成功 陈奔奔 我算是明白了 你是你二姐找来的卧底 对不对 现在好 这些东西没扔出去 又买了一堆 我回头没地方住 我搬楼道住去啊 那可不行啊 影响不好 我不怕影响 我怕影响 到其他人 别小姐 我不帮你再二姐说 笨笨 你能帮我吗 帮人帮到底 可不能办出耳废 怎么还赖上来呢 哎呦 我能说谢谢你啊 我看好你 那个那个 二姐 你看你啊 弄这么些快递 你每天是不是得拆快递 收快递 取快递 多累啊 笨笨 要不说还是你会关心人 不像我这人 就给我买的多不多 从来不关心我拆快递 累不累 就是 女人 就应该自己心疼自己 笨笨 你是那个呀 坐哪儿了 坐 坐 坐哪儿 这儿 来来来来 都停了 过来 你站 那个二姐啊 心疼自己 首先就要学会断舍离 就是把这些没用的 使用频率不高的东西 都给我扔掉 然后新的东西 才能走进来 有道理啊 但前阵分那东西 我都扔的差不多了 你自己就没有 什么需要扔的东西 自己要 看我干啥 我不是东西 那没有了 确实没了 不是 不是 你看你这么大堆 东西没有一个可以扔的 这都是我的宝贝 二姐 那个举个例子 你看这这么多锅 咱们留一个是不是就够了 那不行 我怎么做饭呀 你做饭吗 我吃饭呀 连调料都不认识 你这锅整得挺拳户 你这玩意儿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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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姐啊 你看这个锅 这两个新的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煎出来的鸡蛋是新型的 那这个像个敲似的方形的 这是干啥用的啊 这煎出来的鸡蛋是方形的 你问我妈呗 鸡蛋都不知道自己如此的变化多端呢 这玩意儿 行行行行 这些锅暂且都能留下 特别好 二姐 你过来 这八个一模一样的水杯 它是干什么用的 女人它是水做的呀 每天八杯水 那是必不可少的呀 你比如说 这个杯子 它是用来喝绿茶的 你会看到叶子立起来时 在杯中优美的姿态 哇哦 这个杯子是用来喝碳酸饮料的 当你倒进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好多的泡泡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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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这个杯子就更厉害了 是喝咱们灰山建一家 A2奶粉的 每当你非常疲惫地回到家中 哎 往沙发上这么一座啊 来上这么一杯 就会瞬间让你感觉到 置身田野 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 再来一点优美的音乐 再来一份精美的甜品 这个主意好 我现在就下谈 质疑二敏 理解二敏 成为二敏 我觉得二姐 她是懂生活的 你拉倒吧你 你二姐马上把你的卧室 改成茶水间了 那个二姐啊 我觉得你刚才说 那个仨杯子就够用了 剩下那五个杯子干嘛用呢 剩下那五个杯子呀 是用来抓我脑子里进去水 要不我能找一个 把自己吸入微信上 你老爷们过这长时间吗 过分了 啥过分了 什么玩意就过分了 你俩哪伙呢 你俩哪伙的你俩啊 媳妇啊 不反对你买东西 但是你想没想到这些东西的隐藏价格 什么是隐藏价格 就比如说这个杯子 这杯子两块钱一个吧 听着挺便宜的 但是你买了这么一大堆啊 你全摆在这屋里 全摆在这屋里 当时这个房子我买的时候是一万一平方米 这占了多少 浪费了二十万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还得多买一点 它不只有潜在的价值 它还有潜在的意义呢 这是杯子吗 它是陪伴 它还给我安全感 我给它一个家 过分吗 不过分 我给你的安全感还不够吗 你这些个玩意 已经严重影响了咱们的生活 那你那朋友圈 还严重影响到咱俩的交流了呢 你的用户一给你发微信 你就秒回 我给你发微信 你得让我等一个轮回 没有这些个用户 你哪来的钱买那些杯子 没有你那些无用的社交 我又买这些杯子吗 我说的是生存 我要的是生活 无业管不管哪 无业不管 那他要打起来 不不不我管我管我管 二姐 二姐我 哎呀我去 你再乱去吧 我觉得啊 你们二位都应该学会一下断舍离 我有个招 二姐夫 你在二姐这些东西当中 你挑三样 你认为最没用的 你给它扔过 别 二姐 你在二姐夫手机 你挑三个 你认为最没用的裙 你给它扇了 开始 三样东西 对 三个裙 太少了 我先开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来 笨笨 小米丽 来 你看看 全是他的睡衣 一箱子都装不下 你懂什么呀 那人这一辈子 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睡觉 我给自己买件 现在的睡衣怎么了 那我这跨栏背心 我就不睡觉了 是不是 我就睡不到天亮了 是不是 哎就你这个 你就就就就就 就这这这门 穿他睡觉 不起静电呢 你懂什么呀 这件睡衣 是我所有睡衣 里边的门面担当 你说咱家平时 来的往往那么多人 哎我不得穿件 像样的衣服 去迎接客人呢 有道理 有道理 你穿着 你穿着 哎 这件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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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一模一样的 我不得换呢 啊 啊我不得换着穿嘛 啊 再说了 这每一件 它都有每一件的意义啊 我仔细看看 你看是不是一样 一样呢 多少有点像 怎么不一样 你看这件啊 这件 是我做饭防油烟的 哦 这件 是我出去倒垃圾的 哦 这件是我打扫卫生 防灰尘的 这件是哄儿子睡觉的 哦 这件 这件跟那之前的 都不一样 可以扔了 这件不能扔 嗯 这件是哄我睡觉的 到我了吗 来来来 删三个裙啊 干啥 我看一下 你干啥 哎呀 说好了 千万不能扇裙啊 特别是这个裙 这个裙不能扇 为什么 这个裙是我给客户的孩子们的才艺点赞用的 我组织的 我制顶啊 行 那这个 这个裙 这个裙就更不能扇了 你出的好主意 这个裙 是我最最重要的一个客户 那天来了很多的且 我建的且裙 行 反正都要扇 来你自己选一个扇 你自己选一个行吧 笨笨的你 行啊 手心手臂都是肉 那就扇这个吧 你看着吗 二姐夫这态度还是有的 我看一看 你看 扇的这个是相亲相爱范米粒 好呀 这下你俩自己联系不到呀 钱师傅 是那个呀你呀 把咱家裙你都给扇了 是回来 我让你这个却那裙的 来 我也都给你扇了 哎呀 删完之后明显手机快了 什么玩意儿 行 你这个女人啊 可以 删我的裙 删我的朋友 你要干啥 哎呀 这还还成功 你在玩火呀 你把他给我放开 我是想问问你 我跟这个快递 如果同时掉水里来 快递 我没问完呢 何必自取其辱 快递 行 在你心目当中 我连个快递都不如 是不是 好 哎 你你刚才不是发我立个购物车吗 怎么的 里边全是好东西吧 对呀对呀 我都给你退了 我 他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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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货退款成功 退完了 行 行 行 玩正绝是吧 来 二姐 你不最喜欢这瓶酒吗 来 二姐 冷静啊 冷静啊 这看似是普通的一瓶酒 按年龄 它是我大爷 太好了 就你大爷 祭奠我那些被你退的快递吧 哎 哎 这快递的份一下上去了 大爷 大队对不起你了 行 二米粒你够狠 小米粒 啊 小米粒 快快快快 哎 哎 认识这是什么吗 十二星座口红啊 限量版的 啊 干啥 我白蛇了 口红先动就走了 送给你了 这蛇了 拿走 蛇了 这这不有的是吗 你行 我都给我了 前日帆 你让我不漂亮了是吧 怎么着 那个什么十二十四节气 那个红酒呢 你这儿呢 红酒 来 笨蛋 拿回家 别喝 抛脚 看几遍 这些个奢侈品购物袋很精美啊 咱这时间不短了吧 是是是 我太阳了 行 前日帆 这些沈阳各大饭店的打火鸡 你也攒了挺久的吧 给我 我给你摔爆炸 二米粒啊 就这些个打火鸡 这是我赶了多少饭局才顺回来的呀 你找不着票 你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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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微信了 我客户 我客户来微信了 喂 这是修改方案 还是觉得第一版好 好 收到请回复 好嘞 好嘞 回复你个六回复啊 我让你 不回复了 听见了吗 就你家事 不是这么干 就是那么干 今儿让我们家前日 给你家孩子点赞 明天给你家媳妇点赞 你是干啥的 我想问一下 我跟你说这活不干了 哎呀 哎呀 你压过来吧 我就懒得听到爸爸 我也在杀 我 请示围凯 休战 咋的了 我等伯拉多月的货到了 我先把围款给他付了 好看啊 哎呦 好看好看 我看看 哎 懂你 退货成功 没事 我跟你拼了 哎 姐妹妹 家庭公司你们家 到底管不管呢 我也不管不管呢 哎呦 等会儿 你别拉 门铃响了 你等我 我去看哪儿 我去看哪儿 这个门铃来得太及时了 你看 你 你很冷眼 二姐 快递 你等我拆完快递 我再拆你 又来了 又来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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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二姐刚才对你是手下留情了 这啥玩意 不是我的 我看 这不是我的呀 谁的呢 我的 啥的呀 你的 你 你买这玩意干啥呀 买这玩意干啥 这是整理箱 我买这些个整理箱 我不是为了跟你这些个快递小朋友们和平相处吗 我跟你说实话吧 二米粒 我最近在网上 我搜了很多收纳的小妙招呢 那 那你要是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 那腾出地方了 我不还得买吗 媳妇啊 我不心疼你买东西 老公挣钱不就是让你花的吗 可现在你看看 咱家要是找个东西都赶上寻宝了 那我也不想买那么多东西啊 你天天晚上都那么晚回来 想跟你说句话都说不了 咱俩多长时间没打电话了 每天接到电话 就是快递玩 媳妇啊 那口红挺贵的吧 你放心 我一定想办法跟你沾上 你看 你攒的这些个购物袋 真的挺漂亮的 攒的时间挺长了吧 你这那些打火机 也攒了挺久了吧 我为了这个家 一直忙忙碌碌的在奔波 可我怎么就是忘了 它的终极目标了呢 是这个家 是你呀 刀哥 我也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买买买 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了 你看这个家让我造的 田笨笨刚才说的那句话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断舍离 以后啊 咱家需要的咱就买 不需要的咱不要 好不好 我呢 也减少一些无谓的社交 有时间 我就回家陪你 好 家都乱成这样了 还在这漏呢 哎呀我的天哪 行了啊 我跟你们说 断舍离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 把没有价值的东西 腾挪出去 这让有价值的东西 才能进来 就像二姐买那个 灰山建一家AR 清想健康生活 这个就特别有价值 哎可是有些快递 它根本都退不了了 扔了多可惜啊 那你别扔啊 你给我 我说啥呀 你家有地方啊 不是 就是我刚才在想啊 我准备在物业 组织一个 断舍离的捐助会 把你们这些 不需要的东西 送给有需要的人 这样这些东西 才能发挥到 该有的价值 哎 这个东西好 既不浪费 还有意义 我的这些宝贝啊 它有自己的归宿了 哎 把我的好友申请 通过一下子 我也想找到 我的归宿 哎呦我天 她也不敢 还准撒娇了呢 挺可爱 哎 看这个大哥 乐得多开心 这看懂了 断舍离 有没有啥想舍的 断舍离的意思是 你不需要的东西 送给有需要的人 对 你这比我们还需要的呢 赶紧赶紧 来 收拾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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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y gland 长 导臨 你 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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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